这是令人无比绝望的小镇 只要进去后就别想出来 更为恐怖的是 每天晚上必须待在家里紧锁门窗 否则恶魔就会找上门进行残忍杀戮 男主吉姆一家不小心来到小镇 亲身经历了这里的恐怖 在小镇原居民的帮助下 总算安全度过了第一晚 小儿子吉姆因为车祸导致的伤口 也被医生处理完毕 第二天清晨 一家四口总算团聚 他们紧紧相拥 显然昨晚的经历 让他们差点体会到了 什么叫生死离别 随后吉姆一家被暂时安置在群居屋中 机密无意间看到窗外一个小男孩 正朝自己微笑 这就意味着 吉姆一家人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而已 而且小镇上不仅只有恶魔一种恐怖存在 副手李强因为昨晚护送被杀母女去群居屋 并没有回诊所陪伴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当他第二天赶到时 发现诊所的大门敞开 符咒也掉在地上 一种不好的预感袭带 果不其然 此时的诊所已经狼藉一片 护士和李强父亲双双惨死在房间内 李强抱着死去的父亲 撕心裂肺的痛哭起来 时间回到一天前 李强将事故车主送回诊所后 又急匆匆的跑去救援吉姆一家人了 唯一的护士因为要照顾李强的父亲 所以叫来镇上的沙拉帮忙照看病人 想不到这位姑娘看上去轻力可人 实际上却是个变态杀手 没有任何理由就将车主杀死 事后他也表现出十分悔恨的样子 并向哥哥谈录了一切 可为了掩盖谋杀的事实 这个女人做出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当护士安顿好李强父亲后 发现诊所的大门被人打开 面在微笑的恶魔走了进来 罪魁祸首沙拉此时正在家里 不停向哥哥忏悔 不该杀害车主 不该打开诊所的大门 有些人恶毒起来 的确比恶魔还可怕 悲愤的李强跑进树林中 准备给死去的父亲 制作一个他最爱的橡皮盘 警长劝他想开些 可此时的李强满脑子怨念 他发现那些恶魔杀人前总是很从容 因为对方知道 大家能去的地方十分有限 显然李强的心里萌生出了 反抗恶魔的念头 这些话给警长带来很大触动 他的妻子同样也是惨死在恶魔手中 另一边的吉姆一家 在群聚屋中只能是在地铺上 环境确实没法和从前比 好在吉姆天性乐观 总能和儿子开心的玩耍 不过小丽却有些排斥家里的氛围 反而和群聚屋力的人十分要好 之前在车祸中受伤的吃药男杰克终于醒来 按照惯例 唐大婶再次跟他说起小镇的恐怖之处 无法逃离这里 晚上会有杀人的怪物 可杰克的都比属性满级 听完后觉得这一定是和他同行的好友车主 花大价钱请旅游公司整出的恶作剧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密室逃脱吗 唐大婶无语地看着杰克大喊着 要出去寻找线索 完成逃出小镇的通关任务 在他眼中 小镇上的所有人 都是为自己服务的剧情人物 他可以为所欲为地做任何事 不过饭店老板娘 也就是华人李强的母亲 不会惯着他 就连在饭店帮忙的变态杀手沙拉 都不解地望着眼前的逗逼 当天中午 神父找上男主吉姆一家 说小镇的新来者 必须参加选择仪式 是打算住在群居屋里 还是选择住在小镇上 因为一旦决定了就不能更改 神父打算带他们去镇上逛逛 一路上他都在叙述小镇上的规矩 晚上待在家里 挂上符咒锁好门窗 妻子被杀很不解 镇上出现如此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居民还能装作若无其事 神父说只要时间够长 人类可以接受任何不合理的存在 甚至将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被杀无意间看到一个铁皮屋 开口询问这是干嘛的 神父说这是用来惩罚 因为不守规矩 导致小镇居民死亡的犯罪之人 让他不带符咒在里面待一晚上 被杀问铁皮屋用过几次 神父说今晚僵尸第一次 而处罚的对象就是关在警局里的酒鬼 他前天晚上因为醉酒没有回家 导致妻子和孩子惨死在恶魔手中 他的行为触犯了警长制定的 必须在家过夜的规则 所以得接受这项残酷的惩罚 此时的酒鬼满脑子都是悔恨 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警长知道接受刑罚的酒鬼 肯定活不过今晚 于是开口问对方 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酒鬼提出想去一个地方 他和死去的女儿经常在这里荡秋千 祈求警长能将自己和妻儿葬在一起 这让后者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酒鬼空出来的房子 将有可能成为吉姆一家的新住处 不过神父向他们介绍完 前天晚上发生的时候 被杀有些无法接受 他不是排斥满屋子的血迹 而是对小镇上的规矩和做事方式很反感 妻子女儿刚被恶魔杀死 现在又让男主人遭受同样待遇 为什么没人去怪罪真正的凶手 那些可恨的恶魔 他觉得小镇居民的思维太奇葩了 吉姆昨晚在房车中 近距离感受过恶魔的可怕 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适应这里 否则下场就和酒鬼一家相同了 听完这些后 被杀无比艰难的点了点头 同样感觉到小镇腐朽的还有警长史蒂文 他去教堂找到神父 表示自己无法将酒鬼关进铁皮屋 想不到对方并没有表现出 半点神父该有的慈悲美德 反而训斥警长 这是你自己定的规则 目的就是为了威慑其他居民 如果不处罚酒鬼 将会有更多人违反规则 警长彻底怒了 难道就该眼睁睁看着一个 刚失去妻儿的人被恶魔杀死吗 神父表示为了小镇的安全 你只能这样 警长无比失望地叹气走开 默默来到铁皮蓬蓬 他想亲自体会下坐在里面的感觉 狭小密闭的空间几乎让他透不过气 警长心中终于有了决断 他跑去警局扔给酒鬼一个符咒 说森林中有个小木屋 让他赶紧去那里避避风头 很快吉姆一家的选择仪式开始了 这是小镇上最重要的一项活动 那加入者必须选择是住在镇上 循规蹈矩的活着 还是选择住在相对松散的群居屋 这时候警长站出来表示有话说 他觉得有关铁皮房的规则 还有不少调整空间 话外应就是想要赦免酒鬼的出发 可警长的话还没说完 正主酒鬼居然拿着符咒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并没有听警长的话逃往树林 而是来了一次发自灵活的忏悔 之前他每年圣诞节都会给女儿买礼物 直到来到小镇后一切都变了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见自己的妻儿 将符咒交还给警长后 酒鬼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处罚 忽然一阵大笑 破坏了现场的气氛 逗逼杰克登场了 他觉得这场给自己安排的情感大戏太精彩了 旅游公司真是下了血本 警长有些无语 也不愿解释什么 直接架着对方让他做出选择 杰克也没多想 顺手拿起代表小镇的石头 随后警长将他甩了出去 接下来轮到吉姆一家做出选择了 警长一次询问 结果吉姆妻子和小儿子都选择住在镇上 而女儿小丽却选择群居屋 母亲被杀连忙说他选错了 可小丽本人却坚定地表示自己没错 唐大神也提小丽叫好 现场顿时论作一团 警长大好一声镇住场子 开始安慰吉姆夫妇 你看我住在镇上 我儿子也住在群居屋里 他会帮忙照看小丽的 神父趁机拍板 太阳要落山了 选择仪式完成 大家赶紧回家吧 不远处的副警长李强 为了让杰克认清事实 告诉对方他的好友车主 昨晚已经死在了恶魔手中 杰克觉得这难道是分支剧情吗 直到李强将他带到好友的尸体面前 杰克彻底崩溃了 如果在不伤害小镇居民的情况下 让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任务世界中 也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傍晚时分 小镇居民全都聚集在铁皮棚旁 警长打开门 在所有人的目送下 酒鬼缓缓走进铁皮棚内 警长将大门锁死后 看都没看身旁的神父一眼 就静止离开了 新的夜晚即将降临 餐馆再次准时关门 吉木夫妇和小儿子住进了小镇上的新家 他没忘记这里的规矩 关好门窗关好符咒 杰克因为没有房子 只能暂时借住在副警长李强家里 而群聚屋内正在举办一场晚会 用来庆祝新成员小丽的加入 这里显然要比小镇更有活力 也许小丽的选择并没有错 在小镇房屋中孤零零的警长 总是忍不住探头想要查看 铁皮房中酒鬼的状况 和群聚屋中的热闹恰恰相反 酒鬼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是多么孤独和无助 很快外面传来动静 酒鬼朝外望去 凶残无比的恶魔来了 多年来累积的恐惧 让这个男人忍不住全身颤抖起来 无比绝望的等待厄运降临 以上就是孟原决阵的第二期内容 也就是第二集和第三集剧情 接下来官方会每周播放一集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